Chinese by Chinese fun That's the way to learn Chinese Chinese by Chinese fun 嗨 大家好 欢迎来到中文播客的中高级课程 我是庆林 嗨 大家好 我是Joshua Josh 你来过中国旅行吗 当然 你去过哪里 我去了广州 哇 广州我也特别喜欢 广州有很多的小吃 美食 你在广州有遇到什么困难吗 虽然去短短的五天 但是语言真的很不同 哦 对对 广州人啊 很多人都讲广东话 没错 中国都说普通话 但是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音 我们中国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 学好普通话 走遍天下都不怕 没错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个地方就很有代表性 没错 这个地方的人讲话都有一种特别的腔调 我们称它为台湾腔 台湾腔当然是台湾人说的 比如像我是东北人 其实我们东北人讲起家乡话来也很有东北腔 哇 东北腔啊 那你说一句来听听 好吧 那我就说一句比较有特点的 我们东北人说 你在干什么 是这样说的 中文字幕是台湾腔的 Welcome back to another installment of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讲话就是有很浓的台湾腔 这个我知道 在看台湾的电视剧时 常常会发现台湾人说话不一样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一起来聊一聊 台湾人在语音上跟普通话有什么不同 好 那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句子 好 叔叔和婶婶是在微博上认识的 他们觉得这样的相遇过程非常的难得 所以特别珍惜对方 这里有三个词台湾人说起来是不一样的 第一个我知道 叔叔 台湾人是怎么说的来着 台湾人说叔叔 听起来这个叔叔好像是被煮熟了 是啊 那更多人说叔叔 叔叔 是不是还会有一点拉长音 没错 叔叔 我在台湾电视剧当中也经常看到 我还听过人家说妈妈 嗯 还有爸爸或是哥哥 对啊 我觉得这样讲话好像有点太撒娇了 很嗲 但是我觉得挺可爱的啊 嗯 是挺可爱的 不过如果有人这样跟我讲话的话 比如 妹妹 姐姐 如果我听到这样的话 我会觉得这个人应该对我有点意思 阿清玲 我跟你说你想太多了 哦 原来是我想太多了 你们台湾人平时说话就是这样的是吗 没错 那我们来看看下一个词 第二个词难道是微薄吗 嗯 在台湾常常说微薄 微薄 嗯 哎呀 这个可好笑了 你知道吗 在我们家乡啊 微薄的意思是冬天的时候 为了防冷而戴在脖子上的那个东西 我们叫做微薄 哇 这个叫微薄啊 在台湾 这个叫薄微 薄微 完全是相反的 还真的挺不一样的 没错 那我们再来继续看 微薄就是我们平时非常常用的一个社交工具 还有另外一个社交工具也特别的有用 你知道是什么吗 我知道 是微信吧 不是微信 我们叫微信 啊 所以原本的微在台湾念成微 嗯 没错 微信啊 特别的有用 在中国可以聊天 可以付钱 还可以打车呢 嗯 还有像是其他的词 比如说微软 微软 对 是一个非常大的软件公司 所以台湾叫微软 没错 或是微笑 还有微波炉 哦 我们普通话是这样说的 微波炉 微笑 嗯 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词吧 下一个词是珍惜 啊 珍惜 在台湾念成珍惜 珍惜 哎呀 听起来真的怪怪的 珍惜 我觉得倒是念起来更有感觉 更温暖 嗯 听你这么说我才想起来 很多的台湾偶像剧当中 都会听到这个词 比如我就经常听到男主角对女主角说 你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珍惜你的 你看 是不是更有情调了 确实是挺有情调的 但是大家还要记得 我们的普通话的读音是珍惜 好 那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词 刚刚说叔叔 嗯 那当然会有婶婶 婶婶 婶婶 婶婶就是爸爸弟弟的老婆 就是叔叔或是叔叔的老婆 嗯 没错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生词 相遇 句子当中是说 他们觉得这样的相遇过程 相遇过程就是遇到的过程 嗯 我们可以说我和你的相遇 嗯 但是我们不能说我和你的遇到 嗯 没错 这一点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 我们再往下看 他们觉得这样的相遇过程怎么样呢 非常难得 难得的意思就是不常不容易得到 我们常常会说难得一见 比如说有一个朋友久久回家一次 你可以说难得一见的朋友 嗯 也可以这样说 比如我今天难得没迟到 也就是说我平时啊总是迟到 今天很难得没有迟到 啊 这句话我常说 我们回到句子当中 叔叔和婶婶是在微博上认识的 你觉得这样的认识方式常见吗 嗯 我觉得在微博上认识倒是挺常见的 所以不怎么难得 嗯 也是 因为现在人啊都非常的宅 都不太喜欢出门去交朋友 觉得出门交朋友很浪费时间 是啊 与其去相亲 不如在微博上网上聊天 嗯 也是 我还听说过啊 有一对夫妻是在微信上认识的 是啊 这样聊天也不尴尬多好 嗯 那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句子吧 妈妈经常唠叨我 十字路口非常危险 常常有车突然冲过来 所以在穿越马路时一定要格外小心 嗯 这边有两个词 台湾这边念的是不一样的 你觉得是哪一个词 这个我知道 第一个一定是危险 嗯 在台湾这边念作危险 嗯 有一次啊 我穿越马路的时候 我的一个同事就大声说 危险 小心 我当时啊真的没有看车 然后也觉得他讲这个话太好玩了 怎么会是危险呢 不是危险吗 还有一个词是突然 突然 台湾人读突然 是啊 突然 这个突是二声突 哦 好吧 我们是读突然 嗯 或是像其他的词 比如说突起 突出 或是突发 哦 这个真的完全不一样 我们是读突起 突出 突发 全部都是一声 那这个句子里还有其他的声词 比如说 唠叨 嗯 唠叨的意思就是 一直说 一直说 诶 Josh 唠叨这个词 台湾也是这么说吗 台湾常常说 唠叨 诶 这个倒是跟我的意见一样了 因为我平时生活当中比较常用的也是唠叨 比如 我妈就常常地唠叨我 让我早点睡觉 不要熬夜 诶 我觉得全天下的妈妈都经常唠叨 我妈妈常常唠叨我 要我把房间收拾干净 嗯 也是啦 全天下的妈妈们都很喜欢唠唠叨叨的 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声词吧 穿越 穿越的意思就是通过 所以 这里穿越马路 就是通过马路的意思 嗯 但是说到这个穿越啊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很喜欢看一个类型的电视剧 那就是穿越电视剧 穿越电视剧 嗯 这是什么电视剧啊 比如说 女主角本来是现代人 生活在2020年 但是呢 却因为一些意外 比如车祸啊 就回到了古代 变成了古代人 这样的电视剧 我们就可以称它们为穿越电视剧 哦 这种就是穿越电视剧啊 嗯 是不是很好看 嗯 我觉得我比较喜欢 谈情说爱的电视剧 这个女主角回到古代 也可以跟古代的人谈情说爱啊 哎 这样很奇怪耶 好像是跟自己的爷爷的爷爷 谈恋爱一样 哦 你这么说的话还真的挺奇怪的 那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词吧 Hey guys it's Michael here at ChinesePod and we want to say thank you to all of our faithful subscribers if you're not registered yet head over to ChinesePod.com now and get 20% off Use promo code get 20 at checkout to get 20% off your first year 格外 格外的意思是非常 嗯 格外是非常 所以我可以说 秋天的天气格外舒服 可以啊 但是这个比较长在书上看到 嗯 也是 如果真的有人这样跟我说 我一定会以为它穿越了 而且啊 是从古代穿越到现代 那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句子吧 它上次从高处跌下去之后 就被送到综合医院休养了 要一起去探病吗? 哎 跌下去啊 对啊 跌下去 啊 在台湾我们说跌下去 跌 是啊 所以台湾人说股票跌了 是啊 比如说现在的经济不好 股票下跌了 嗯 也说跌倒 嗯 跌倒啊 太奇怪了 我们是说股票跌了 跌倒 嗯 那句子中 它上次从高处跌下去之后 就被送到综合医院休养了 嗯 没错 综合医院 综合的意思就是把不同种类的东西放在一起 比如啊 我上次去台湾的时候就闹了一个笑话 我看到街上有很多卖冰的店 我就跟老板说 老板 请给我一碗综合冰 啊 这时候老板一定听不懂 对 他说综合冰 哦 你要的是综合冰 没错 在台湾我们念综合 嗯 我们也常听到综合大学 嗯 一所综合大学有很多不同的专业 有电子的 财经的 或是医学的 嗯 没错 那在句子当中我们看到的是综合医院 综合医院啊 就是说 这个医院可以治很多病 比如可以治骨头 可以治精神 也可以有一些儿童方面的东西 我们就可以称它为综合医院 嗯 那这个句子还有其他的生词 比如说 修养 嗯 修养其实就是休息的意思 嗯 比如说 孕妇生完宝宝 要修养一阵子 嗯 这个我还是挺有发言权的 我可是修养了两次啊 坐了两次月子 在床上除了吃就是睡 修养的特别好 啊 不过我听说 在国外孕妇生完小孩 好像不怎么修养啊 哎 我也是这么听说的 真的觉得他们很伟大 怎么能不修养就直接开始带小孩呢 那看完了例子 我们来考考大家 刚刚庆林说 修养就是休息 那我们可不可以说 最近有点累 想要修养一下 嗯 这个问题我也要仔细想想 修养 休息 意思差不多 又只差一个字 到底能不能互换呢 嗯 你们猜出来了吗 答案就是不能 因为啊 修养还有另外一层的意思 就是可能你在修养的时候 需要吃一些药 做一些锻炼 或是看一些医生 来让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加健康 嗯 那休息呢 比如说上班有点累 可以睡个觉 喝个水 这才叫休息 嗯 所以修养是比较长时间的 而休息可能是睡个十分钟的觉 也可以说是休息 没错 我们来看看下一个生词 探病 探病就是看生病的人 探就是看望 我们也常常听到探亲 所以探亲的意思就是 看望亲人 嗯 比如说叔叔或是婶婶 我们就可以去探亲 嗯 没错 接下来这句话当中啊 有三个字 跟台湾的读音是不一样的 我们一起来猜猜看 哇 这一句话呢 觉得挺难的 嗯 的确 这句话如果你有追踪一些YouTuber的话 可能在结尾的时候会经常听到 没错 那这一句话呢 第一个词 究竟 这个在台湾念作究竟 究竟 嗯 感觉上好像这个词跟舅舅有什么关系 但是又没关系 这个究竟 其实还有其他的词 比如说研究 研究 我们是读研究 究竟 嗯 比如说大学的研究计划 哦 我们是研究计划 嗯 那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发音不同的字吧 嗯 第二个是期待 嗯 那台湾怎么说 台湾念期待 期待 嗯 所以后面那个也是下一期 没错 这个期像是日期 或是星期 都念二声期 听你读 我都觉得累 我们啊 是读日期 星期 你看 读起来多轻松 我觉得真的很不一样 那还有一个是点击 嗯 点击 按照这样的规律的话 台湾人喜欢把一声变为二声 那我猜 那我猜这个词在台湾会读点击 没错 点击 或是攻击 也是二声击 攻击 不对不对 我们是读攻击 攻击 对 攻击是农场里面才有的攻击吧 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 攻击是我打你的那个攻击 啊 攻击 那就有 拳击 你真正好 Tom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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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给你 什么 煎 小博 快 继续 我 真的 我真的 很忙 我我真的 没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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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don't have 90 seconds per day 90 seconds? Yes, 90 seconds So you did not try ChinesePod Recap This app you can insert your learning experience Whenever you have even just a little window of time 90 seconds are enough to go through bite-sized pieces And recap your lessons in ChinesePod Recap The app for busy learners that want to use little breaks To refresh what they learned ChinesePod Recap synchronizes to your phone So you have what's relevant for you available Even if you have no internet connectivity Like on planes or in the deepest tunnels of the New York subway 拳机 拳机是快餐店买的拳机套餐吧 你以为你在快餐店里面点了一个拳机套餐吗? 不是 这里的拳是拳套的拳 所以拳机就是一项运动啊 我用拳后来打你 就是拳机 啊,就是健身房里的拳机课程 嗯,没错 我们也常常听到拳机教练 所以,这个句子里有三个和台湾不一样的读音 分别是 究竟 嗯,没错 那在这句话当中啊,也有一些生词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剧情 剧就是指戏剧啊,电视剧啊 情就是情况 所以剧情的意思就是 这部电影或是电视剧 它的故事内容是什么 嗯,比如说庆龄很喜欢追剧 嗯,没错 那最近你都在看什么剧呢? 我最近啊,也喜欢看穿越类型的电视剧 剧情特别的精彩 又是穿越剧 那还有一个词是敬请 这个意思就是非常尊敬地请别人做什么事 嗯,比如花木兰电影就要上映了 请观众朋友们敬请期待 下一个词是追踪 比如说你可以在YouTube上面追踪其他的YouTuber 或者是在Instagram上面追踪其他的好朋友 哦,这种情况你们说追踪 但是其实啊,在生活当中 我比较常见的是说关注 比如如果我,我们第一次见面 我就会说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微博吗? 啊,或者是在网络上写了文章 发了照片,或者是传了视频 都可以透过追踪知道 哦,原来是这样 那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生词 开启 嗯 开启其实就是打开的意思 但是开启呢,就比较的书面化 而打开比较口语 嗯,比如说上了飞机 你要开启飞行模式 嗯,那我再举个例子吧 上个星期 我为我的女儿开启了音乐的大门 你是为了女儿做了什么事啊? 我帮她请了一个钢琴老师 啊,所以要开启音乐的大门 嗯,所以我们可以发现 当我们用开启的时候 往往开启的那个东西 是看不见的东西 嗯,没错 还有一个词是铃铛 嗯,铃铛啊 其实怎么形容呢? 就是会发出那种叮叮当当声音的东西 我们最常看到的应该就是 在圣诞节的时候 嗯,或者是 我的猫 我的狗身上也会挂个铃铛 嗯,对 因为怕它们跑丢了 所以它们身上要有一点可以有声音的东西 可以让我们找到它们 那这边是指YouTube上面的铃铛 它开启了你追踪或是关注的频道 如果有新的视频 YouTube就会告诉你 嗯,今天我们聊了很多普通话 和台湾人讲普通话不同的地方 比如说 台湾的中文会念成 违信、攻击或是日期 反正啊,台湾人就是很喜欢 把原本要读一声的字 变为二声 是啊,除了这一堂课我们说的词以外 还有其他声调不同的词 我们会在下一堂课告诉大家 嗯,没错 如果大家对于我们今天的课程 有什么疑问的话 也欢迎给我们留言 或者是在这一堂课没有提到 但是在生活中听到的词 也欢迎你们告诉我们 嗯,我们今天的课程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我是庆林 我是Josh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